今天是2024年3月10日星期日 四年前的今天周深的新歌《雪花落下》正式发布了 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冰糖顿雪梨》演唱的主题曲 这首歌曲获得过QQ音乐巅峰榜MV总榜 以及QQ音乐内地榜的周榜冠军 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构选电台的日榜冠军 这首歌曲也是继舞台剧《我的小伙伴》插曲《青春有会》之后 周深与萨鼎鼎的又一次合作 2022年周深带着这首《雪花落下》 登上了江苏卫视的春晚舞台 当时还有中国首位华叶华冰世界冠军 陈露在冰上伴舞 好歌曲值得推荐 接下来一起看一下音乐榜 首先是海外榜 周深的歌曲《小美满》拿到了最新一期 马来西亚构选二世音乐榜的周榜冠军 恭喜周深 另外同样是这首《小美满》 目前在内地的腾讯音乐游泥榜的实时榜上位居榜首 就目前的综合得付来看 歌曲《小美满》拿下周榜四连冠的可能性极高 提前恭喜一下周深 当然最最应该恭喜的是周深的二专来了 这个真的是期待太久了 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 这真的是歌迷们的福音 而且周深二专 周深新专辑官宣等相关话题 也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 我们都知道周深对音乐的要求很高 对专辑的要求就更加苛刻了 按理说 按照周深目前发行的歌曲数量 录个几十张专辑也是够的 但是周深太严谨了 绝不允许自己走快餐路线 音乐上更加不可以 对于自己的二专 周深过去已经多次提及过 一定要思量再思量 录了再录 反复打磨精益求精 如今周深的二专终于要面试 想必这张专辑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 至少是让周深满意的 这怎能叫人不期待呢 实在是太期待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张专辑是周深成立工作室之后 独立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同样意义重大 更加有意思的是 这张专辑也赶上了周深出道10周年 这么一看 周深今年的演唱会确实可能性很高了 至少肯定会去很多地方去宣传 想一想也是让人开心的事情 对于周深的二专 你有何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见诚心